范國議員,你剛才已經提出了你的問題 主席,我想說梁振英沒有回答問題 一帶一路掌學基金就是赤裸裸出賣香港人的利益 請你坐下,你的問題提出來了,請你坐下 文件長官 主席,范國議員提到那個講人優先問題 我不能回答 因為事實勝於同便 事實遠遠勝於口號 范國議員叫了口號很多年 特區政府做出事實,做出成績出來很多年 我想用特區政府,這個不是我本人 這個是我整個團隊做的工作 他們做出來的成績,讓市民同 范國議員的口號會比較 買賣問題,商區人口問題 內地人來香港買樓的問題 內地旅客過多,在我們新界某些地方和當地居民 共用這個公共空間和公共服務的問題 我們過去四年,仍然而想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 我們地方政府的理解 我們做了,請范國威議員 請,請,請,請范國威議員 請范國威議員 實事求是評價一下特區政府在過去四年做的 港人優先的問題 就有關 就有關一帶一路獎學基金的問題 不知道范國委員知道不知道 香港的大學裏面 有幾多幾例的學生 是來自外國的呢 香港是一個高度國際化 高度開放的城市 我們的大學生畢業出來之後 不管他做甚麼行業 這個職位的 他很多時候需要和外國人交往 無論是公司裏面的外國同事 或者是外國的顧客、外國的客戶 但是在我們的大學裏面 相比於外邊的公共國際化 亦都有公共國際化需要的城市 我們的外國大學生的比例是十分低的 他們日常 除了答短者看書用英文之外 用英語交談的機會 也很少 因為他身邊沒有外國人 一帶一路獎學基金 是要來將每年生的利息 不是用本金 來吸引外國的一些聰明的學生 來到我們的同學當中 這些不是大陸學生 一帶一路獎學基金 被外國學生來到大陸同學當中 讓香港的大學同學 他自己沒有去外國留學 或者父母沒有這樣的工作人 來送去外國留學 可以在自己的學習當中 在學習生活當中 能夠和外國的同個人接觸 這個是一帶一路獎學基金的初衷管理 這個完全是為了我們自己的青年人作手 使得他們畢業出來之後 在公司那裡做事也好 去外邊 對著外國的客戶客人也好 他們不會覺得和外國人交往和外國人談話 會有一些膽怯 給人家一致的原理 我們希望能夠吸引到 這六十幾個國家 不同文化、宗教、歷史背景的青年人 來到校園開中 我做這十幾年大學校中央主席 兩家很不同的學校 每次去校園開會的時候 都開得相當大的 我覺得最決定的就是 在校園那裡 住大陸的學生 是香港學生 然後來自香港的外國學生 是甚麼呢 是大陸的學生 外國學生有幾個絕小 大陸的學生 你上網查一查這個數字 他不知道寫 林大輝議員 林大輝議員 現在是美法議時間 陳克勤議員